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的AI学院 那么本频道主要分享如何做视频 以及做视频用到的一些AI工具 那今天小鱼继续给大家分享 如何通过四个APP来快速制作一个短视频 那这个操作步骤也非常的简单 适合我们的新手喜欢小鱼 记得一定要先订阅加点赞 收藏这个视频,方便你下次好操作 那么这里分四个步骤 第一步用GPT来帮我们撰写一个文案脚本 第二步用GPT来帮我们生成一个角色场景 让密经理来帮我们生成一个分镜图片 第三步生成一个无版权的音乐 最后一步用Freak AI一键文本转视频 那你只要跟着小鱼的步骤 这个视频你也会做 在这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到第一步 这里我就直接给了他一个提示 帮我写一个通灵短故事 故事有剧情有反转 有鲜明的个性 可以吸引人的一个眼球500个字 那么可以看到他帮我写的非常简短的一个故事 那之前用一个3.5版本的时候 还每次写的不好还要让他重写 那么现在用了一个GPT-4的一个版本 几乎就是一次性就帮我操作完成 那么几乎一次就满意了 那这里我继续给了第二个提示 让他根据故事内容出现哪些场景 帮我描述分镜画面 这里出了一点小插曲 然后我让他重新根据故事内容 简洁明了10个 描述10个分镜画面 那可以看到这下面就出现了10个 同时呢让他帮我翻译成了一个英文 那最后一步呢 也就是让他帮我描述一个主人公的形象 这里呢他跟我说一个主人公是14岁的一个少年 那么这一步呢就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就用到我们的一个绘图软件 咪尖利 那这里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咪尖利 咪尖利呢 做出了一个图片效果我比较喜欢 那你们呢也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免费的AI工具来绘图 这里经过我几次的一个修改了 最后呢确定了这一个主人公的形象 那就是这个小男孩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不太会用咪尖利来绘图 其实咪尖利呢你绘了之后呢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简单 那大家呢可以先来学习 小鱼的一个咪尖利绘图的一个基础教程 那么通过几期视频也会简单的绘图 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些视频的一个链接来放在描述栏 直接去描述栏学习也可以 那可以看到这是故事里面的一个男主角 也是故事里面唯一的一个人物 就是写的它和一个林景的一个故事 在这里面呢同时还用到了一个 以图生图的方法 那么如何以图生图呢 我也会制作一个详细的教程 那么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呢我简单描述一下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小男孩的图片链接呢 给它粘贴到我们的提示里面 后面呢加上我们一个描述词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里呢小男孩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他的个人形象呢几乎是差不多的 那最后呢把我们生成好的 直接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有小男孩的场景呢 全部连贴上他的一个图片链接 那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生成一个连续性的人物 我们把生成好的图片呢 直接点击 U1或者U2呢选择好直接给它放大保存 那么这里第二步呢我们就已经操作完成了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三步 用Ubert来生成一个音乐 这个呢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APP 大家可以看到输入提示或上传图片呢 就可以生成一个音乐 那这里呢我们只需要给一个英文提示 或者说你不想自己去写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在下面选择 比如说这里流派 这有个心情 我们选个夜晚 再选一个活动 再选一个幻想 那么就OK 这里选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后面这里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直接点这个生成按钮 还没有注册一个Ubert的话 我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栏 可以先注册一下 那么我们在上传一个视频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把Ubert的链接地址呢 放到我们视频的下方 避免一个版权纠纷 音乐生成好之后 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第四步了 那这里呢就是用了一个FREAK AI 同样也是要需要注册登录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在这里呢 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选视频 这里呢写个故事名字 这儿我们选一个中国 这儿来选一个简体中文 比例的话选个16比9 就这个提交 那由于我们有一个故事的脚本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这里 添加新场景 添加一个空白场景 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故事呢 给它粘贴过来 我们直接把这个故事脚本 粘贴到这里 然后再点继续 这里我们可以替换一个音乐 那么替换了一个 无版权的音乐之后呢 这里我们再把 我们的图片替换一下吧 那我们的所有的图片呢 替换好了之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讲解员 我们点进来 那这上面呢 是一个中文 可以选择这上面啊 英文可以选择这个下面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 我们就点一个免费的版本 那么选好之后呢 我们这里勾选一下啊 把所有的语音都替换成这个 我们点击一个提交 那这边呢 文本的位置呢 大小呢 包括字体的一个颜色 什么字体呢 大家可以在这边来设置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一天夜里 景中灵的声音在阿明的心头响起 我想知道 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阿明毫不犹豫的回答 景中灵沉默了一会 然后说 你愿意用你的一个秘密来交换吗 阿明思索了一下 决定告诉景中灵自己最害怕的事 自己总是害怕孤独 害怕被遗忘 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个秘密 那么视频制作好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这个download的按钮下载就可以了 当然作为一个免费用户呢 我们很多呢 是使用不了的 包括视频的时长呢 它也是有限制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视频博主 那么也可以考虑 Freaky AI它的一个订阅计划 我们想要用AI来做视频 那一个必要的投资呢 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想要AI来变现的话 我们就需要考虑到一个 更加适合我们的一个计划 这里呢 我也会把一个注册链接 来放到下面的描述栏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制作视频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出镜 也不需要露脸 那么我们只需要 动动手指 一个复制链贴呢 那就能快速的制作一个视频 2024年如果说 你也正在学习做视频 也想用AI变现的话 那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